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选大成 今天我们说一个就是最近比较热门的词就是共同富裕 还有另外一个大家应该也有注意到就是第三次分配 那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文化里面就是一直都有一种大同社会的一个向往 就是希望我们未来就是人人都是过上一个非常舒服非常滋润的一个生活 好我们是有这个愿望了 但是呢经常有人说其实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因为呢有一个概念有一个理论 就是瑞典的一个经济学家说的就是穷者很穷 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这句话 那么你们怎么分析这个穷者很穷呢 从咱们整个这个世界的几百年的发展的历史来看 在这样一个阶层分化中间有些穷人的确是似乎永远没有翻身的这个机会 所以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解释 但是如果是深入到社会内部来看 那我认为无论东方和西方都有更多的事实来证明 我觉得他这个观点就穷者很穷 这样一个有点马太销样的味道 我觉得其实是和世界这个很多社会的发展是也是不相吻合的 比如说现在世界发达的北欧国家 现在整个人均GDP可能达到8万到10万美元的这些国家 瑞典瑞士啊芬兰啊这些啊整个北欧这些国家 那么还有一些个一些欧洲的其他的 比如说德国我认为特别具有案例 德国的贫富的这个他的这个分化 他不是那么那么严重 比如说整个的这个德国总理的那个默克尔 你看他的这个这个感觉 他并不是说高官我又多富啊 他和普通老百姓生活没有什么本质差别 回到家自己干活挣一份供薪水啊 这个收入水平是非常的住着普通的公寓啊 我觉得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现象啊 那么绝大多数的德国老百姓 他的生活基本生活都是有保证的 那么他当然是经过我们现在所说的第一次 工资性的分配第二次政府的这个财政调节 第三次就是社会公益的部分的收益 他这三次来讲加上西方还有个这个这个宗教的这个 这个实战这个多重下来的话呢 应该说像在这个德国这样的一个比较发达一些的国家的话 他的这个贫富之间的这个这个应该说是很均衡的 所以他就在这个时候你很难说他是穷者横穷的这个概念 我觉得他这个另外就是社会阶层之间的这种波动啊 也是不是说特别大的 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我们还是能够在一些个发展的比较好的国家里 能看到解决所谓贫者横穷的这个现象的这些这个路径的哈 那当然是对中国这么大国家的10亿人口 我们应该急速的这个现代化的话也就是40年哈 用按照我们这个小平的说法哈 就是说是让一步先富起来 先富待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 那这是个过漫长的过程 那么现在来讲我们人均的GDP才1万美元 和西方的国家平均5万块钱相比像美国5 6万了哈 我们还有很大的距离 所以这个大的距离过程中间 我一方面继续积累财富 一方面就解决分配的不公问题 来从而的就缩小这个穷者横穷这样一个问题的这鸿沟 来逐步往上走 我觉得这方面应该我们还是还是能看到希望的吧 但是我觉得宋老师你你你你你选了一个 这个这么一个例子说德国哈 他自然就是一个特别的有这个分配的可能 比较成功的一个地方了 就是让老百姓都有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生活啊 那他们有能力这样做 他有意愿这样做了 而且他发展的历史很长 他这个工业化是很早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 我们再对比一个埃塞尔比亚 再对比一个菲律宾 再对比很多地方了 城里人过得很好 那么那些周围的连一个学校都上不了了 那这种情况我们我觉得可能更接近 没有人管更接近自然的一个状态下 穷者真的还可以还有可能是很穷 你觉得呢 其实我是觉得呢 这个穷者很穷啊是包括您刚才讲的 这也是一个经济学家的一个一个一个结论 实际上这个社会的构成 它本质上不只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构成 它还有政府的就是三部门的理论 第一部门是政府 还有第三部门是社会组织 所以你只用第二部门的逻辑 只用市场经济的逻辑 的确是会穷者很穷 因为市场经济它一定是 这个闲贫爱富的 是追长杀爹的 富人跟富人做生意的 穷人之后就挤到没有 被挤到万人 没有任何的机会 所以它会很穷 但是我们还有政府 还有第三部门 所以这三个共同来构建这个社会的时候 它是不能允许穷者很穷的 因为穷者很穷意味着什么 在中国的社会里头 我们其实看到 自古以来的历史周期律 所谓历史周期律就是 不断的革命 不断的暴动 就像你刚才讲埃塞俄比亚 你能说再隔几年 他的这个穷人很穷 这个红线就可能被拉爆了 他们就变成了革命者 革命者之后他们成功了 他就不穷了 他就把曾经的富人给打穷了 他就变成富人了 所以我们让这个社会平稳的下去 其实是不能够 我觉得是不能够接受三个部门要联合 来规避这个穷者很穷的这么一个路径 包括我觉得这个经济学家 其实他讲这个话的逻辑 他也是在告诫我们这个社会 不能只尊重 不能只看到市场经济的逻辑 我们要看到政府在分配里头的力量 还有第三部门道德的力量 对这个避免穷的很穷的一个警醒 我老家澳大利亚 我们是比照角 就在世界上很早就富起来的一个新世界的国家 为什么因为资源 为什么我们这个地多 不用养太多人了 所以在这么一个情况下 就是老百姓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权利 然后这个老百姓还换 就是他的一些动作换来了 就是很好的待遇 老百姓真的过得很舒服了 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是很舒服了 这个我觉得是 我们就是被叫做是一个很幸运的国家 被眷顾的 对吧 对啊 那这个幸运好啊 我们也希望全世界都有那么幸运 但怎么做到呢 真的是离不开政府的这个有形的手 就是不能是市场来解决这个问题 像你说的就是 我们必须得有干预 那么有一些地方 干预特别强像瑞典啊 我觉得澳大利亚还算是比较强的 但还有一些地方 可能这个干预比较弱像美国 我们就可以对比一下这两个 这种地方的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的 美国确实是很富裕的 但是我们会觉得美国的穷人真的很穷 你们觉得呢 从美国来讲 我认为就是他是联邦制国家 你说联邦这个政府就不像 在我们有时候看很奇怪 像一个疫情 一个口罩 都出现这么可怕的现象 对对对 联邦政府只能协调 政府没有权利让老百姓去戴口罩 老百姓就非常坚定地认为 戴和不戴是我的权利 对 哪怕是我死了几十万人 我都认为我可以不戴 这就是他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那就是东方不是这样的 我们在的国家像 平常我要搞经济的时候 我觉得政府老限制我 但是疫情来了 我们突然发现 其实政府这只手是很重要很关键的 如果没有政府这只手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私立的大国 能够把疫情控制得这么好 所以他这个政府和手和市场 这两只手到底哪个手重要还不重要 这个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 而是在每一个特殊的一个经济过程中间 一个特殊的通道里面 这个时候需要上多少政府这只手的力度 来去矫正市场这只手的失灵 对吧 那么另外就是上政府这个手太过分的时候 那么什么时候要释放出市场的手来 让市场经济搞活 这就出现了两个 所以这就是规动到一个更大的一个方向 就是效率和公平的问题 政府总体是管公平的 市场这只手总体是管效率的 那么这个市场 这个整个的世界的发展 就是一段时间我们就要公平太高了 就社会发展动力不足了 我们就注入市场 让动力强一点 发展快一点 但是发展快了以后 两界分化就下来了 当两界分化过分的时候 政府这只手过来 要保持一个公平 这个基本上是这么一个过程 第三次分配 更多时候是在处理 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就您刚才在讲 我们政府来干预第三次分配 让大家捐钱 对于很多的企业家或者是富人来讲 他第一时间的确会敏感到 是不是要打土豪分田地了 是不是又要恒征暴脸了 这实际上就是政府在用 第三次分配时候的手段 其实上是跟过去的收税是不一样的 就是用道德的力量来促进大家来分配 它实际上需要培养一个新的社会主体 就是社会的第三部门 就是这个社会的第三部门来承担起 让富人有效地来把自己的财富 通过公益基金会 通过基金会 通过社团 通过社会的第三部门 慈善部门来完成 而不是政府直接用手 把你的钱回归到财政 这种方式来干预第三次分配的时候 它的就不是一个强制性的 而是自愿型的 因为强制性的的确会影响到大家创富的积极性 同时自愿型的这种分配给社会部门的时候 其实富人们在提供给 在参与到社会的公共建设的同时 其实她在无形中在获得自己的社会公共的权利 比如说这些富人就会逐渐会移入到人大里头 政协里头 甚至各个级别的参政一政 这种方式就让整个的社会 您刚才讲的 只是简单看起来为你要钱 来给你捐掉的这么一个行为 变得更加的合情合理 甚至让富人的这种主动性和自愿性更强 那么其实这种的伤害 即便有点或者增长率 GDP增长率会下降一点 但是整个的平稳发展 毫无疑问是有极大的推动意义的 对 这个我们也可以对比像比尔盖茨 袁夫妇 就是他们的这个 他们创造一个基金会 他们去做很多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其实他们这个钱自己留了 再吃个饭 再吃两顿饭都没有什么用了 这不影响 这个钱还可以发挥在 它不是直接冲给国富的 不是直接交给财政的 对对对 他们这个钱的用处还是可以 他们来说的算 是的 对 他们可以做一些对世界有意义 然后就是下一代的人都记得它 多好 关于有些中国人突然变得富裕 王时曾这么说 基本突然风调雨顺 农民大丰收 有钱了干嘛呢 基本是三件事 第一 感谢祖宗 修乙子坟 第二个呢 赌博 第三个呢 娶小老婆 那么中国富豪圈到底是什么样 如今倡导共同富裕 富人凭什么心甘情愿 拿出资源和人脉来带领大家致富呢 欢迎继续收看 他是调侃式的说 其实他更多的是回归到中国的一个传统社会 什么传统是农业社会 对对对 如果在农村过去啊 没有现在我们像工业现代化的这种格局啊 完全就是那个乡村时代的那个农民啊 一五三分天这个挣了钱了 然后呢 他这个这个在乡村地区 他有了这么一点财富的增长的话呢 他就想到就是说 扩大基业 多增加几亩田 有了经济了 顾点长工 小儿子可以悠宅了 对 然后呢 我就想多讨个小老婆吧 这个是是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呢 用这种直观的说法来看呢 我们今天 那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那现在的这个富人 那他的可能就不是原来不是这点小的报复了 私人飞机也有了 私人汇数也有了 全球的这个豪宅也有了 全球的这个产业布局都有了 这个是大了 但是问题呢 就是他没有解决什么 财富的边界问题 就当富人发了以后 他一直把所有的财富都界定在自己的私人的管控范围内 那么这个财富就是权利 用这个财富在世界上来去处理各种事后 那么就是贫富之间在这个社会上的差异就出来了 那么最后对这个世界造成的这个富民影响就特别大 就是第三次分配就是你刚才说的 他真的不是硬性规定 他是一种自愿 这个自愿就当然有些人可能假自愿真强迫 不配合到地下执行的时候 那比如中央的政策到了地方省里市里到县里的时候可能就变形 这个是一定会有变形 但是我要告诉你中央绝对不是这个意图 中央第三分配那就是第一个绝对是自愿的 你像现在很多人像这个这个这个福耀的这个这个这个曹德旺 我认为他做很多事情他真的不是谁强迫他 他就觉得我就是这样 我生活我就是要捐啊 他是他是自愿的 那么第二很重要的要是什么 就是当我拿这个钱来是做什么呢 那我就曾经前段写过 那我就讲 就是这个第三分配是受人遗余还是受人遗余 那如果我这个钱比如说我拿了十个亿 一百亿甚至一千亿 我拿这五百亿来 我这个钱是直接撒向社会 撒向人间都是爱 让你们人人得一份 就像现在国家 美国弄了这个这个美国再受人的钱 给老板先生发公司 是这样的发吗 那这样的发真的是我就是永远没完 你发多少别人都钱不够 对啊 那怎么办呢 所以一定受人遗余 三江水鱼啊 就是你拿一个基金出来做什么呢 不是做一个慈善 而是做一个公益性的产业化的服务 我公司招聘的员工 全部是贫困人口 让他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扶贫性的基金 来能够找到一个就业机会 用这个钱来去解决国家的空缺的 难度特别大的 解决不了的 用一时二时分配的解决不了的这个产业 我三次分配了 填这一空 这样的话我认为从大的社会结构来看 就形成一个对国家的产业的失衡的一个平衡 对 我觉得这样的话呢 无论是从这个各个方面都起到了三次分配的这样一个均衡性作用 从长远看 如果有更多的富人加盟到第三次分配的这样一个受人鱼的 三角水的鱼的这个通道里面 是的 可能社会会在一个不太长时间的 集集起数万亿 很多万亿的这样一个财富 在通道里面 把这个通道里面的财富 放在一个社会的大的一个产业的均衡通道里面去 我觉得这个对国家的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 意义非常重大 所以 而且可能会解决千万人就业问题 是的 但是汤老师说的也对 这个社会保障 还是不能有的 不能没有的 你不能因为第三次分配 把第一部门的责任 对对对 那个不能替代 那个不能替代 就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 就是 赌卧 娶小老婆和修祖坟这个事 对对对 实际上就是守财奴嘛 就得给我有了钱 为什么 就是 基本很有钱了 但是他的那个思维方式和格局 还是个小奴嘛 就是守财奴的产生 是有社会突然的 就这个社会没有给它足够大的 权力保障和安全保障 所以他只能把这些钱囤起来 就是我们市场经济时期 就是改开放 之所以大家源源不断地出来挣钱 有那么多优秀的企业出来 对 实际上是我们把经济的权力 释放给了人民 而我们这次第三次分配 有一个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将治理的权力 将社会公共事务参与 甚至决策的权力 再次分配给社会 这是一个分权的过程 实际上这个过程 比第三次分配 我觉得对中国社会的意义更深刻 就是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就是每个人都感觉到 我是这个土地的主人 我有主人翁翼史 这边土地对我是有安全感的 我就愿意把我的钱拿出来 建设我们自己的家园 建设我们共同的家园 不然我就只能修我的祖坟 修我的宅子 多去几个老婆供养我的儿子 因为这是我可以把控的 我发现外面我什么都把控不了 我只能把控我自己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第三次分配 一定是要伴随着 社会治理的共同治理的 这个分权机制的景色 就是由从共同富裕 走向共同治理 共同治理是共同富裕的保障 没有共同治理的基础 共同富裕又是一种道德绑架 甚至道德绑架还算柔和一点的 或者就是一种刚才讲的暴力BGN 这个就都实际上让这些富人们 主动不变成守财奴 其实需要共同治理的 这个这次改革 我觉得这次改革利益 不会压于市场经济的 理解理解 还有一些比较大的企业 我们都我们就是我们看着 他们的每年的那些年终奖 都觉得比较富的旅游了 就是那些科技企业了 比如说腾讯 他就是他印着这个号召 他拿出500亿 阿里拿出了1000亿 会是真的是 是全新的一个贡献吗 还是只是先说一下 因为现在我们就是必须得说一下 我讲中国的社会 咱们这么讲 骨子里均贫富的思路是很浓的 因为它历史上是传统农业社会过来的嘛 它为什么有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 其实就是均贫富 那我觉得你太富了 你暴富了 我就把你推翻掉 我来当这个皇帝 接着去搞那个贫富差距 这个仇富很正常啊 我觉得 我们现在在我们的 虽然我们也进入到现代化社会了 但是我们农业的根基 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 那我觉得从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来讲 它是过去的20年来 这么高成长过程中间 它为什么已经在不断的做一些供应呢 我认为在即便政府没有去这样高调的对它垄断 来使用限制之前 它就很清楚的意识到 中国社会有这么一个毛病 就是农民毛病 你不要惹急了市场 那它要通过不断的要推出一些公益的事情来 平衡社会对它压力 这件事情上不奇怪 这个李嘉诚就一直在干这个事情 就是每年做一点公益 其实只是在它赚了那么多钱 里头拿出一点点东西来 然后做一个高调的宣传 社会上就觉得 你看人家也没有独吞呀 人家也注意着关注社会了 但是说实话 它那点东西和它企业所赚的钱 那是完全不可同而语的 我们中国有一个传统的土话 就是有一个土话叫古话 叫德才配位 对对对 就从过去的那些个参与 与它的这个 包括尤其腾讯 备受诟病说德太差劲了 就是给大家贩卖精神鸦片 德行有亏 然后来这个捐点钱找补 结果是完全不对位的 就是不够的 就干了一百块钱的恶事 然后捐了一块钱的好善事 这就是马克思当年讲的 这个就是资产资本家 麻痹人民群众的小英小会 这是马克思当年 所以我是觉得他们此刻 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 此刻拿出来了 腾讯也是拿了一千亿的 两个五百亿 对 然后呢这个阿里之城拿出一千亿来 但我觉得比他的一千亿的钱更重要 因为真正的社会创新和改革 绝对不是钱的问题 不是资金的问题 而是他推动刚才宋老师讲的 如何创造一个能解决贫困人口就业 能够有效的改变 就是可持续的缩小 这个贫富城乡差距 而不是我今天把钱杀给他了 然后回头他又花没了 一千个亿对我们普通来讲很多 对我们国家来讲不算什么事 我们精准负贫花那么多钱 其实都还在探索 这个不反贫 能够可持续的缩小贫富差距的路径 如果他们这个钱代表有企业家精神 代表的创新力 那么能够解决中国社会深度的 这个社会贫富差距拉大 阶层固化的这些问题 那这个钱他们的德行 才配得上他们想要的财富 不然他这一千个亿 以后同样会面临着 能下来捐一万个亿吗 恐怕他也捐不出那么多了 所以他要 大家伙要把这一千个亿用在刀刃上 就是尽管是他们捐出来的钱 这一千个亿怎么花 我们社会要共同地对他进行鞭策 监管都是起车 鞭策 要激励他 把这个钱花在真正能解决 深刻社会问题上 不然又是蜻蜓点水 这个就对这个国家会错过了 社会创新和深度改革的窗口期 我们都会 我们都会藏这个恶果 现在国家提出共同富裕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无论对富人还是对穷人来说 这其中蕴含着怎样的时代机遇 欢迎继续收看 过去在一二次分配中间 形成的社会失衡的 比如说住房分配 还有一些社会的资源的 不平衡的占有 它都能通过三次分配的通道 来达到解决的这样一个机制 比如说我可能住到很多的 保障性的房子 而且价格很便宜 这个是我们很多 在一二次分配中 也是没法解决的 所以一二次分配就是 当我拿我的工资 这些英顿的日益高涨的房价 没有机会 然后政府给你提了一个公积金 但是公积金能够给我拎出来那点数量 远远达不到我去买房的条件 它虚拟的 但是三次通道 应该可以解决了 它不是说仅仅给你个就业机会 增加一份薪水收入 但关键就是通过这个机制 压平了过去贫富差距导致的 这个房价的高额的这个机制 就是在第三次机制 作为一个社会制度 当它日益清晰存在的时候 国家立法都会提出更严格的 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 这是一个成熟的合理的制度 如果这个制度只是冲击了富人的财富 我认为是一个不合理的 甚至是荒唐的制度 但是在我们国家 我认为会有一个大的制度 就这个制度 当我让你自愿的捐款 来做这些好公益的事的时候 为什么我愿意 是因为国家法律制度 给了我一个安全的保障 所以我觉得 保障我的私人财富 所以我觉得富人来 从富人的角度了 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让你未来可以睡得很好的 一个机会了 让你很舒服了 而且有这种光荣 对 你社会的这个命运就高了 但是对于穷人或者是凡人来说呢 有什么机会呢 方老师能不能说 其实我重复一下 我觉得可以强调一下 刚刚宋老师讲的这个事情 的确是这是一次富人 我们中国一直以来 世龙工商 商人的地位一直都没起来 有钱的人 在我们中国这个社会里头 过去都是最末的 终于有了一次机会 把他们从无奸不商的 那个奸商的身份里头 给他掰到一个正确的位置 就是给他保 就是我们既要让富人 心甘情愿地拿出来 支持社会发展 同时我们要赋予他 更多的权力的保障 这两个东西权 权力和义务要对等 你不可能只让人家尽义务 不给人家权力 这才是一个 这个我所以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深刻的 一次进步 我觉得中国社会 是非常深刻的进步 但另外一个 我想讲一些机会 实际上这个过程当中 又是会带来一次 又来一次新的创新创业潮 过去的创新创业潮 是商业创新创业潮 这次的创新创业潮 很有可能是一次 社会的创新创业潮 就刚才宋老师讲的 好多的那些农村的那些人口 他不只是希望你给他钱 他希望你帮助他立起来 自立自强 这个过程就是产业 这个过程就是我们 就去帮助别人发展 这就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企业 就好像尤鲁斯给穷人贷款 他拿钱去养猪 最后穷人把钱挣了 然后再把钱还给尤鲁斯 就是会有越来越多的商业模式 是以服务穷人为主 因为我们过去的商业模式 基本上是不服务穷人的 因为过去的商业模式是 服务买得起单的人 现在我们要创造很多商业模式 是服务那些暂时买不起单的人 或者我服务了他 我可以转移支付 让别人来为他买单 所以这里头会置身出一大批 这个为穷人服务的 新型商业模式 社会企业模式 我觉得这是巨大的机会 对 但是我都不是免费的午餐 对不对 对不是 但是我会 那些机会也都是要努力回来 对对 我可能会找别的人来做转移支付 政府来做转移支付 富人来做转移支付 或者就是给你做你未来的预期 我先帮你 你要为了你的积极努力之后 未来再还我 对对对 这样子呢 我们就其实为更多的穷人 提供他们自立自强的机会 我们都非常期待看到 就是这些富人们站出来 然后像这些大的企业的500亿 1000亿 或者是他的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提供更多的机会 更多的创造价值的机会 给我们的转康大的社会 正好 acculate in silence time is always a surprise shining in the morning sun unbelievable activate your desire beyond your expectations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